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也是这么说的 你看马上报光 我整天看他半夜跑去看足球 偷看他行众 李宗盛你今天来太好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正好要向你请教 今天我们要谈谈通奸的问题 你知道这样子讲完 大家也想说 为什么这个问题要问我 我昨天看到单子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问题问我好怪 你们找未婚女性来聊这个问题 你对这个应该比我们了解的多 真的吗 我觉得有一种被抹黑的感觉 因为你来自台湾 对 所以呢 台湾人爱同奸 转得好 不是不是 你知道我跟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有些人还有意见 我跟你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是了不起的 是吧 这里保障各种权利 对吧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一点都不老土 我们早在几几几几几年 就废除了通奸 是 而你们台湾 对 孩子 台湾 这个通奸还是罪呢 没错 这个让我来念一下 这个台湾刑法第239条规定 好 就是通奸罪的内容就是呢 有配偶而与人通奸 处一年以下有其徒刑 其相间者一同 所以呢 在内地是没有这个相关的 大陆是没有这个直接的一个刑法的对应 但台湾是有刑法的对应 但其实是后来也有引发很多争议了 争议 其中就有一个龙应台 前两年就开始叫嚣 不叫叫嚣了 他就说 我们这个法律难道还不应该废除吗 很多先进的国家 对吧 包括中国大陆 人家都没有这个了 我们台湾怎么还搞这个通奸呢 然后他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身体的自主权 难道也要配偶同意吗 但是最后台湾还是在保留这个通奸罪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觉得很有必要 是吗 要不然杀不住 是吗 我觉得是 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原因是说 在台湾你看 如果比如说我们以政治人物来说好了 我们常常看到政治人物 比如说出轨啊 或者通奸被抓到 我觉得政治人物太太的表态 其实是我们看到 就是以这个 我们说大老婆这一方 她的一个态度出现了 大部分 很多政治人物太太都是隐忍 就说我相信我先生 之类的 那所以我觉得 他立下了一个让大家觉得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似乎是 第一 如果你要挽回这个婚姻 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反上来另外一边看的时候 大家放过自己老公 大家却没有放过外面那个女人 就说 这变成是这个刑罚被大老婆拿来当作惩罚 就是惩罚外面这个女人的方法 惩罚就是所谓小三 对 或者说是公贷量员 对 所以才会引发 就是龙英才觉得说 其实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说小三或是原配 你当时说以前的社会 可能老婆没有这个 比如说没有维生的能力 你必须要靠这个老公的话 那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是可以留住自己老公 因为他是一个刑罚 但你可以放弃起诉 但是你还是有方法 让他们断掉 就是去起诉另外一个人 没有 这最到开始的通奸罪 除了说所谓的保护女性以外 他基本上觉得不道德 就是传统的一夫一妻 我经常说一夫一妻 整个制度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独占你的升级器官 简单来说 你的脑二属于他的 他的只能属于你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你破坏这个 所以是不道德的 他是这样下来 那后来就变成 有人说是保护女性 所以农应台又说 根本保护不了女性 像伟杰说的 那个到最后 那个大老婆 就是告所谓的小三 就变成女人间的战争了 可是这个反通奸罪 所谓的通奸除罪 已经过去二十多年 从我在台湾的第一天 已经经常在报纸 看到有人写评论 有读者投书要求 可是每隔几年就炒作一下 到今天太荒谬了 二十多年 我去台湾三十年了 今年是我祸台三十年纪念 都一再炒 可是在最后 还是通奸有罪 害我不敢住在台湾 对 你又没办法来除罪话了 台湾老婆到香港来躲罪 对 而且一开始 那个伟杰你说 很奇怪 为什么咱俩谈通奸离未婚 这错误的概念 根据统治数字说 通常通奸罪 其中一方就是未婚 对 什么叫通奸呢 你说 要再念一遍吗 要再把台湾的刑法再念一遍 你觉得就是互相都有交叉使用到了 但是呢 实际上如果以法律 他还是算 因为他已经 他也都符合他的规定下 那你这个如果法庭上人家两对夫妻说 我们打平手 我们没有谁占平手 那他们就不会提出告诉啦 不提出告诉就不判罪 对啊 这个是 这是民不举官不丘的 这个罪在台湾 对 是吧 那他不是公诉的 对他不是公诉 文道理把通奸两个字拿走 不要想通奸两个字 本身的字本身就很有道德意义嘛 奸这个字就不好 OK很简单 婚外性行为 婚姻以外的性行为 这是有罪 他就所谓有罪 就是说他可以去告 可以选择两个路都告 或说只告一个 所以就这样比较没有那个道德化 所以就可以集中讨论 婚外就不能有性行为吗 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跟你讲 在这个海峡的这一边 在中国大陆 通奸最近成了个热门话题 这充分说明了我党的决心 你知道吗 他们最近发现 这个中纪委密集的开始使用 这个贪官通奸 通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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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谁都通奸 你知道这个里面有个变化 一开始都你记得 我跟你们讲过吗 什么叫道德败坏 生活糜烂 生活腐化 其实到最后一查 内部是有标准的 比如说你有几个女人 这算腐化 有几个女人算 有量化 现在呢 说的等于更白了 就是通奸 后来他们讲最早使用这个词 是在哪啊 纪检系统中 在通报当中过去比较常见的 是与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这些词汇 2012年 是最近近年来最早的 2012年江苏纪委 通报无锡市原来的市长 叫毛小平 通报他说 毛小平道德败坏 跟两名女性通奸 这是他们统计 纪检系统最先使用通奸一词 通报官员作风问题 对 然后就很少出现 但今年以来 频繁逐渐 最近天天你们新闻看到了吗 常常在播 感觉被抓着都通奸 然后呢 中纪昨日 我不知道是哪天了 中纪委又通报 7名被查处官员的案情 其中5个人 均被提及 有通奸的行为 然后人家有人分析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表示我党的 这个决心 就是说 党纪 比法律 比国法 更严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法律上我们很前卫 通奸罪取消了 对吧 但是呢 这就讲 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第150条 明确规定 这你们台湾人应该学学 你们是在法律里的 我们是在党纪里的 与他人通奸 造成不良影响的 是要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撤销职务 或者留党查看 承接严重的 开除党籍 对吧 由此可见 党员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 你明白吗 普通群众你通奸 你不算犯罪 但是你党员通奸 现在触犯了党籍 我能提问吗 党员 准党员 先去广告 腔腔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好 你有什么问题 没有 因为我刚听你念党纪 对 纪律 就是说通奸什么 我好奇 因为里面说 什么通奸情况 轻 就要怎么样 重要怎么样 我就好奇 轻跟重的标准 因为通奸就是有跟没有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你有通奸 有一个就是轻 你有十个就是重 对啊 我觉得这是那个那个到底是几个才叫做重 因为也要看每个人啊 可能像我身体不好 一个就很重 像你 对不对 那他轻重很难比啊 其实他是有怎么定那个标准 还有情节呢 你看啊 过去咱们说的这个道德败坏 泛指什么呢 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 这不光包括通奸 包括弄虚作假 骗取荣誉 通奸 另外呢 这要照香港法律的概念 属于性骚扰的范畴了 就是利用职权等关系 与他人发生性关系 那你这个情节也叫严重了 甚至你知道吗 不承担教育或者赡养义务 你党员不孝 也违反党纪 要照这么说 对吧 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 你能救不救 见死不救 你也违反社会主义道德 至少违反党纪 违反党纪 你说当党员容易吗 幸亏我没入 所以党纪因为你刚讲到法律有 像法律没有通奸 可是党纪有 党纪这个除了用道德来 期待党员以外 那另外比较方便 方便使用 我们要说 那你犯了什么样的不道德的行为 生活作风等等 那比较方便 因为法律的话 要有很多讲究它的程序 对吧 那程序 党纪可能有另外一套的程序 所以就说 我老觉得 就是你看 为什么叫中国共产党 他一方面是有共产党的纪律 但是另一方面 也有很多中国人的道德观融化在里面 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嘉宾 研究苏联问题的 他讲当年苏联的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 沈昌文 沈公 他讲当年的 你知道苏联的布尔什维克 有一个女部长 照今天的话讲 那就是个性解放 据说这个词啊 叫杯水主义 就是因为他的事而有的 就是说跟男人上个床 那就像喝一杯水 就是杯水主义 那么你看 那个时候 这个布尔什维克 他是这么一种调调 但是你看 这个中国人觉得 乱搞男女关系 这个就本身 有伤道德 包括对于这个 这个通奸 实际上他们现在有人研究 你像台湾现在还有这个法律吧 对 中国对于通奸 实际自古以来 一直都有法律 而且还呈现出一种什么 先严 后宽 又严 比方说 在秦朝以前的 秦朝那个时候 说是秦朝的这个法律规定 这个通奸 非常严的 那他可以死的 对吧 但是到了宋朝 据说到宋朝最宽松 而且宋朝那个时候的法律 基本上相当于 好像说是通奸 一年半到两年 跟你说现在台湾的法律是多少 一年 一年以下 然后到中国的明清的时候 又延起来了 又非常延 我觉得应该是 他是一个 以官员来作为示范作用 所以他必须要延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比如说我看一个文章 他说 他说其实通奸 虽然说他不算是罪犯 可是他后面牵扯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说你有没有利用你的职权 还有你有怎么这么多钱 可以去养这么多的情妇 等等 那如果说 如果是现在来看 我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他是在党纪上 而不是在宪法 或是其他的法律上去做保护 其实我觉得这是 这个道理是相当实在的 真的 抓通奸 我觉得你要真想反腐 抓通奸没错的 有女人就有钱 这点我体会太深了 你要玩女人 我跟你说 你要玩女 倒过来一样 你这年头真的是 你要玩女人 真的是不能没有钱 对吧 我再想一想 对 那个 那看你是什么样的 因为人 每个人不一样 还有什么叫玩女人 你说谈恋爱 不管你是婚姻内 还是婚姻外 对不对 两个人的关系 那各取首需 记得我上回说吗 后来很多网友回应 我说 你就问自己四个问题 你到底要什么 然后你愿意付出什么 还有你最不能承受的是什么 其实我上回讲了三个问题 还缺了一个 现在补回来 就是说 你到底本身有什么样的条件 对吧 我也希望获得林志玲 找不到啊 那林伟杰也要吧 也找不到 还是找不到 什么意思 感觉 伟杰不如志玲吗 我在我眼里 伟杰比志玲 我觉得志玲姐姐非常好 特别爱她 她一定同意的 所以这四个问题嘛 所以一样嘛 就是那个 什么叫做 玩女人 谁被玩都不知道了 比方说 你说跟一个女人 跟有权势的人上床 同情 OK 到底是那个男的 玩那个女人呢 还是那个男人 那个女人玩那个男人呢 到最后 你这让我想到说 之前有一阵子不是 他们说小三成为 新的反腐力量吗 因为小三没有被包养 或者小三就火大的时候 他就回去推 就是回去这个举报这些 违法的官员 然后有一阵子 刚好很多都是这样 类似的案例 然后我们就成为说 是反腐的一股力量 没错 就是 但是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想好像是济南 有一个人大的一个官啊 一个领导 就好像叫什么 叫段一和嘛 炸死他情妇嘛 他就是这样 他最后 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那家伙你怎么办呢 这前一阵是朝善那边 也有一个 那个是个政协主席 所以也是打他这个情妇 打死了 好像说后来是 打死了 对到最后脱不了身嘛 然后 好像以前还有说 不是因为脱不了身 而是真的爱上了情妇 可是通常呢 做情妇呢 另外又有他的情人 你不要以为情妇很忠心啊 情妇通常外面有几个小狼狗的 对啊 他吃醋 那就那个发生种种悲剧都有嘛 所以话说回来 这个个人选择嘛 我觉得 比方说作为一个党纪 我觉得无可厚非 因为任何组织团体啊 他可以自己有认同的东西 你不要认同你不要来 比方说有些团体 我不吃肉 对啊 我的团体的规律 在不准吃肉 或者不准吃猪肉 不准吃牛肉 或者什么肉都不可以吃 OK 所以他是自己的规范 那你不要的 就不要加怒嘛 那法律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嘛 你这香港也一样 你说香港要一个官 找了这个婚外恋 是不是也 这官还能当吗 他香港会用这个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 不是用什么通奸这种字 而是说不名誉 会破坏了那个特区政府的名誉 影响名誉 好官话出来 而且让你没办法失去了诚信 没有信用 因为背后有一个逻辑嘛 那个逻辑其实是基督教文明上来嘛 一夫一妻 假如你对你丈夫或是说对你太太都不能忠诚的话 你还会对谁忠诚呢 你不会的 我们怎么敢把公权力放在你手上 所以为什么在整个欧美社会 当出了这种外遇问题 通常会自己会退出 你说这个道德呀 有没有一个从高到低的序列 在这个社会各阶层 你比方说 我觉得啊 按说你要照咱们这些人的这个道德观来说 那家伙通奸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又不是党员 对吧 但是我们也认为 如果你当官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 你就是美国总统 你通奸 恐怕你这总统也不行 对吧 那似乎就觉得 我比如说要照我觉得吧 这个人越位高权重 你必须越像清教徒 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这个道德这件事 有没有这么一个不平等 或者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啊 这个欲望越节制就越道德 你看没有人说一个这个和尚 在这个在性方面不道德 只有说你干的太多了 容易出事 对吧 会不会有一个 比如说我要想当总统 我在道德方面最好的方式是 我干脆就淹了 就是说不弄什么事 法国就不一样嘛 法国很多 他出了很多婚外情 什么德国 什么欧洲很多社会都没问题啊 民众还是支持啊 可是到最近 法国前总统出状况 是因为钱的问题嘛 犯法违规嘛 他不是因为戴头盔的问题 不是因为种种的对 所以每个社会不一样 可是假如在欧美 美国英国的社会 主要我意思是说 他觉得你没有信用 没有诚信 不可信 你背叛你家里 跟你最亲密的人 所以呢 从这里推出来呢 我们也不能相信你 把权力放在你手上 他有背后的整个宗教来源 而且我觉得可能 也跟选举制度 也有一点关系 因为选举 你刚刚说 是不是他 如果说你追求权力越高 你就要越自律 其实自律 不是说 也许不是他自己想 他只是减少 如果我今天 我在我跟你的选举当中 我减少你可以攻击我的机会 让我比你更好 所以说不是每次到选举 都会有很多黑寒出现 这个黑寒 就等于是 不是检验他的政绩 而是检验他的道德 你讲的有道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就是从这个人民群众 支不支持你这个立场上说 你会发现 在道德方面 真有一个等差序列 不是等差 是什么 你比方说 人民群众当中 有认为通奸没什么的 也有认为通奸不好的 但是你看 认为通奸没什么的 不会反对你不通奸 对 对不对 就是说这事 所有的东西 你看我最近 看现在这个狗仔队 弄的明星 也是这样 都是这些个事 对吧 我慢慢就会觉得 不管你是做官 还是做名人 你要说保证 这辈子不出事 这是怎么样 最安全 那么似乎在行为上 就呈现出一个趋势 一个序列 就是和尚尼姑最好 就真正行为上 好就是说 你别有这个性生活 是最安全的 全国人民都不会有意见 对吗 你没有性生活 我觉得不见得 全国人民 不见得不会有意见 如果你是比如说 英国皇室 然后刚结婚 如果你没有性行为 没有生小孩 他们也会有意见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你试一下公开说 其实我没有性生活 哇 马上三天的 八卦周刊的头条 那也不行 那该怎么着呢 反正 就是 你看多无语的一个钱 那就看一下就好了 我就觉得就是说 你不要有任何 这方面的想法 甚至你不谈恋爱 永远没问题 没有人嫉妒你不谈恋爱 只会有人嫉妒你 谈了恋爱 对不对 没有 你说什么 就问 有些事情 它是个事情 不一定是个问题 看你怎么样面对 我想起以前 不晓得是冯小刚 还是刘正云 写的一句话是说 生命其实可以很简单 你只要把你身边的 四五个人搞定就好了 可能是三个 可能四个 可能五个 OK 所以说你说种种的 怎么办呢 那其实只要你把身边的 那三个人搞定 可能你把你老公搞定 把你小孩搞定 把你爸妈搞定 他们都不介意你通缺 那别人怎么说 那就说吧 到最后把你老板搞定 那你老板的意思说 好啊 没关系啊 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那就其实 所以柯林顿这件事情 就算是他这么大 但因为美国群众觉得 这件事情不大有那个 就是他有一定的影响 十三个人 在美国际神ив哈哈 像是一onom 在美国寺